來 師兄 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宥志哥好 你真沒用 剛剛才跟頭條連線完 現在我又要跟你連線了 來 告訴我 你現在已經有答案了嗎 因為台電記者會好像還沒開啊 今天是怎樣 又發生什麼事情 怎麼又停電啊 好 首先是今天下午 新達的一號機 又再度的跳機 那今天因為供電能力不足 所以下午這個新達的跳機 就影響到了電網供電的頻率 電網供電頻率正常是60Hz 那如果觸碰到59.5 就會觸發低頻卸載 就是815大停電的連鎖崩潰 今天下午一度低到59.62 只要再跳一部小機組 是小機組不是大機組 再跳一部小機組 就會重演815的連鎖崩潰 那一直到下午 他們是把所有的抽去水利的水 全部都放光 勉強硬撐過去 才好不容易度過下午的那個難關 已經沒水了 他還放水發電 沒有辦法 台電已經沒有辦法 所以下午那時候抽去水利 全部都滿載 然後以後缺水就去找台電 缺水撐的這個 下午那次撐的過去 但是一直到晚上 就是那個下班時間 台電的朋友就預告說 大家回到家之後 可能會有第二個用電高峰 大概7、8點的時候 叫我們多做準備 結果7點過後 那時候還說沒事 我們本來以為應該可以度過去了 結果呢 因為原本河山廠一號機在稅修 那稅修其實已經稅修完了 要跟原人會申請重啟 原本應該是24號才要重啟 結果原人會呢 火速的跳過審查程序 在兩天前就同意了河山廠的重啟 原本河山廠一號機說 今天晚上就要併聯 結果稍早台電傳出說 河山廠那邊 今晚沒有辦法 到明天晚上才可以 所以台電後來調路出算算 發現說不行 明天的情況太危險了 會碰到59.5的低頻保護卸載 所以稍早8點10分的時候 他們就公告 全國明天輪流停電 但是在他們發公告的同時 今天現在就觸動了 低頻的保護機制 所以現在各個縣市 已經陸續傳出災情 比如我剛剛看到基隆 松山中和 然後前鎮 陽梅新竹 陸陸續續都已經在分區停電了 不是到明天 台電剛才的公告說 本來是說明天才開始 結果今天就撐不住了 對 本來台電是公告 明天輪流停 因為他就我主動先把你停下來 那這樣我是在控制範圍之下的 可是沒有想到他這公告一發 發出去之後 結果今天晚上還沒要停的 結果今天先失控了 所以現在台電那邊已經在緊急釐清 到底今天晚上停電的災情 擴大到什麼程度 現在他們還沒有完全清楚 那我剛才是看網友回報的 已經有好多個縣市 好多個地點 都已經在停 就跟前幾天的513大停電一模一樣 那513大停電 那些側翼還可以去說什麼 是因為會流牌故障啦 是人為疏失啦 那都不重要 停機前的原因 不重要 我們問的是停機後的影響 因為你缺電 你技術補不上來 所以就會全國的緊急大限電 你現在沒有辦法面對這個事實嗎 林非凡還在那邊帶風向 今天我看到 現在停電已經過了快 一個小時的時間了 他們今天 今天可能是他們下班時間了 網軍已經下班了 513那天 513那天3點停電 3點20幾分 就已經有梗圖說是電網故障 不是缺電 現在不好意思 8點多 他們下班了 現在已經9點10分了 他們圖都還沒做出來 我現在還在等他們說 趕快做主 趕快出來帶風向好不好 1450你們領薪水要做事好不好 不要等到明天才反應 幹什麼事的 我要請問一下 我沒有聽錯你剛剛的意思的話 你是說 其實明天還要再停一次電 明天還要再輪流停 但明天是台電主動停 是控制範圍之下停 今天晚上這個是預料之外的 他們現在還在盤點說 到底再請我們到 臺灣誰說一週只停兩次 好對不起 我修正一下我的說法 各位 看好了世界 臺灣人只示範一次 先進國家不缺電 還要搞非核家園 一週停電三次 但是臺灣只示範一次 丟臉啦 來師兄我有個專業的問題 要問你 來 這個我我剛剛查了一下 上一次停電 是因為就是用電量太高 上一次停電 我們的這個用電量是 三千六百七十萬千瓦 所以他說超過負荷就停了 就是跳電什麼鬼的 打不管 但這一次今天 只有 三四八七 只有三千四百八十七萬千瓦 上一次還撐到三千六百多 今天三千四百多就停了 是表示我們的電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的意思嗎 沒有錯 因為我們的供電機組確實是不夠 其實在513大停電 前幾天 臺電在記者會上 他們有承認 就是目前的供電被轉10% 上次在節目上 我說那個綠燈是假的 臺電有承認 當天真的可以調度的只有2% 只有2% 因為他們高估了太陽光電的部分 他們用太陽光電 都是預估我能供電 但是那個時候 太陽已經準備下山了 所以他那個太陽光電的缺口 越來越大 那今天為什麼明明負載比較低 但是卻跟513一樣停電 很簡單 因為我們今天的供電能力也不夠 那而且今天下午 已經是把抽搐水利的水 全部都放光才勉強撐過去 其實原本今天下午 臺電釣測處就已經準備要宣佈 輪流分區停電了 但是臺電釣測處今天下午是真的拚死命 真是血尿都出來了 他們說硬咬牙撐過去 把水全部都放掉 看怎麼撐過去 把血跟尿都擠出來 硬擠出電來把他撐過去了 今天下午真的拚過去了 但是晚上對不起 該來的躲不過 然後明天還要再一次 但是明天至少臺電 所有組合會停電的 真的撐不下去了 臺電已經叫救命了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蔡總統跟蘇院長 臺電都已經叫救命了 全國人民都叫救命 你們還要在那邊假裝不缺電 不要假了啦 就是缺電 臺電 你不要跟我們叫救命啊 你跟我叫救命幹嘛 你跟臺灣人叫救命幹嘛 大家少用冷電幫你撐過難關嗎 你想都不用想 你去跟你總統叫救命啊 去跟你的院長叫救命 去跟你的王美花部長叫救命啊 他一直告訴你 告訴臺灣人說臺灣不缺電 你就要把電給我擠出來 如果你擠不出來 就是你長電 就是你廢 就是你手殘 腦殘 看錯 按錯 通通都是臺電的問題 臺電 你又不要這麼賤啊 啊 我再插一件事情 我再插一件事情 原本 臺電的朋友跟我說 原本今天 臺電董事長楊維甫要請吃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啦 但是有人在傳這個謠言 真的假的 但是呢 今天因為緊急發生這個 辛達跳機下午的時候 所以這個消息就沒有出來了 但是我就想到 因為最近這幾天也有 包括記者朋友在問我說 那前幾天的513大停電 誰要負責 我就說 我們想一下 4年前815大停電 當時是中油斷氣出包嘛 所以中油董事長陳經德下台了 那經濟部長李世光也下台了 後來過了一段時間 林權院長也下台了 大家都知道他也是因為815走的 那這一次 我覺得就很奇怪 王美花部長說 台電董事長楊維甫已經自勤處分 啊怎麼都跟你自己撇得一桿二進 你說513那是什麼 台電人爲殊私 你就撇得一桿二進 世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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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一下 世修 世修 等我一下 這個我們之前都講過了 上一次的停電 這個815大停電的時候有沒有 李世光 你李世電 李世光 你是唯一的智障 所以下台了 那這一次 台電沒下台 王美花你再繼續裝死啊 沒關係啊 你再給我裝死啊 我跟大家說第一個 一週停電兩次 台電的說法是說 因為用電稍微緊張了一點 對 你緊張了一點 我們很緊張啊 出來的也不能出門 吃飯也不能出去 跟朋友聚一下也不行 逛街也不行 看電影也不行 我就很乖啊 你叫我不要出門 我就待在家裡啊 在家裡很熱啊 我只好開冷氣啊 無聊我就開一下電視啊 然後手機插著 平板插著電坑 正常發揮啊 結果停電 你要怎麼辦 你要逼死台灣人 以前停電大家想說 停電是不是 不然去大賣場走走啦 去大賣場吹冷氣 去跑到公室吹冷氣 不然去看賞電影 打發一下時間 搞不好回到家裡 電就來了 結果現在 家裡面停電 想出去又不能出去 然後你輕描帶險的說 因為我們的用電稍微緊張了一些 然後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來世修 台電一直強調一點 這是歷史新高啊 歷史新高 上一次歷史新高 今天又歷史新高 世界看好了 台灣人只示範一次 連續一週之內創兩次用電新高 你什麼都用電新高呢 現在才五月啊 五月你用電新高就高到你撐不住 那請問6月7月8月 晚上白天到38 39 40度 那怎麼辦 大家以後就 135住高雄 因為台北要停電 246回台北 因為高雄要停電 是這樣嗎 來 其實從513大停電那一天 就有退休的台電調度人員 在私下在講 他說幾十年來 台電在預估用電負載 其實都是相當精準的 但是在513大停電的那一天 台電出來盜竊 他們有提到一點 用電高於預測 這件事情 讓那些退休的資深調度人員 非常的不解 我們多年來都可以預測非常精準 為什麼你們今天513的缺口這麼的大 再來今天517也是一模一樣 他又再度強調說 是用電創歷史新高 那請問你們備用的機組在哪裡 你們備用的機組就不夠嗎 就是缺電嗎 當然其實我覺得今天 剛才這個台電發言人 他有算是有講一半的實話 他一直在強調說 因為有機組不夠 可是他其實也有一點點推卸責任 你有沒有注意到他一直強調 燃煤跟河山廠的機組 還沒有歸對 然後他強調說 這個星達跳機 燃煤如果要歸對的話 這要重新啟動 大概要5-6個小時的時間 我就覺得很奇怪 燃煤跟核能 本來就不是臨時調度使用的 就好像今天我們在球場上打球 我方5個籃球員上場 有一個球員 腳扭到了要下場 那我們要派替補球員上去啊 結果你教練是打電話 到旅館去 跟他說 你今天休假是不是 來來來你來球場 你說兩個小時的車程 來來來來 你是今天的這個備轉球員 趕快來球場資源 等我兩個小時就可以了 這能打球嗎 這不能打球啊 所以重點就是 你一直在強調 河山廠一號機沒有歸對 我剛才就說了 原本圓能會的時程 是24號 河山廠一號機才要併聯的 是圓能會先火速的跳過的審查 前兩天已經先核可了 這已經讓我非常 我雖然是支持核能的 可是我對這事情是非常不諒解的 結果今天晚上 原本說河山廠一號機要併聯 當然我知道 發電處那邊的人在抱怨 不是說好河山廠一號機可以併上來嗎 要明天才能併 所以今天晚上就跳了 就大限電了 你不能夠把原本24號就要併的 河山廠一號機算進來 你們現在還在說什麼 核能電廠啟動很慢 要半天要一天 核能電廠本來就 不是讓你起起關關的 他本來就是應該是全時運轉 那你我們的背轉容量到10%到15% 那今天就算新達跳掉 水力放光 風電光電不夠力 我們還有10%15%的背轉能夠用 你想想看過去二三十年來 每一年都有基礎跳機 可是為什麼每一年基礎跳機 都不會搞到全國大限電 但是最近這幾年 只要有一個人按錯一個開關 造成一個小基礎跳機 我們就全國大限電了 這就是容錯空間不夠 這就是我們的台灣為什麼變那麼脆弱 就是你蔡總統的廢核政策 結果風電光電 4年增長0.6% 8年加1%好不好 我再讓你民進黨完全執政120年 我們再生能源就可以到20%了 都給你執政就好 都給你講就好了 你不要鬧了120年 有沒有 那麼好 有沒有活到這樣都不知道 台灣有沒有 這個中華民國有沒有辦法 活到那個時候都不知道 蠻好來 四球我有個問題 這我不知道是我剛沒有聽清楚 你知道我就是一個 吹毛求癡愛找麻煩的人 剛剛台電說 可能是我們有聽清楚就要問你 說這個 今天的到晚上的這個 所謂的用電高峰 是3700萬千瓦 3700多萬千瓦 可是啊 台電下午左右 或是剛剛傍晚發的新聞 是講說 傍晚7點30分 負載仍達到 3487.2萬千瓦 7點半3400多 可是剛剛台電好像講3700多 他說今天下午的時候 他是說今天下午的尖峰 3700多 那3700公那個尖峰 是靠抽去水利硬撐過去 但是他沒有料到 晚上的負載3400多 可是晚上的供電也掉到3400多 然後一個不小心就出包了 對 所以這個我無聊 這個台電不要在我面前說 這個講說話 可能是我搞錯了 下午3700 但靠著水利 所以各位 如果再不下雨 你家又要缺水限水 搞誰 搞台電 搞完台電 順便再去搞民進黨 因為民進黨政府 逼台電 不准沒電 台電就只好想辦法 去賣血啦 去幹嘛啦 賣頭髮很長 剪掉去賣頭髮啦 還胎毛筆啦 東賣西賣東賣西賣 去把電給湊齊 那今天下午 剛剛師兄告訴我們了 為了要能夠度過下午的難關 所以 他把水給用掉了 那個就是像缺水 上一次 這個513的時候 台電說 不能用這個 那個水利發電發不出來 因為缺水的關係啊 我們不能用水利發電啊 今天下午偷偷用掉了 所以如果用沒水 還是沒水 台電 你不只藏電喔 你還藏水喔 好不好 來師兄 你還有什麼要補充 有沒有什麼要補充 我覺得 非凡公子啊 在那邊帶風向 電網故障什麼的 513 你用這一招 517 我看你現在要生什麼理由 台電自己都承認缺電 都承認供電不夠了 所以我們來看 我現在等了一個多小時 還沒有看到他們產出圖卡 這個總統 還是部長都沒發臉書 對 但是我還是最後講一句 8月28日 如果你覺得台灣缺電 請出門投票 就這樣